新北市立万里幼儿园争取将大楼一楼的花台打造成可以种菜的菜园 希望让孩子有食农教育的机会 学习任序更多的植物与农作物 新北市立万里幼儿园近来为了要让学生们有更多不一样的学习 今年万里幼儿园向区公所争取将大楼一楼的花台打造成可以种菜的菜园 竟然来到花台就可以见到一位幼儿园学生的阿公在帮忙整理 将花台做成菜园 以阿公农作专业的角度帮孩子们打造种菜的好场所 原厂有说要种那种古类菜还是果花菜白菜 他买三四买菜苗我等他帮他做 我看你给他够一够一够是怎么办 老师有防护说要分做五班 一班一够 他起先问我说要怎么分 我看你是要算他这个针角去上 还是要他调一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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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五班 如果五够刚好我就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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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这样手机用起来就算睡不清 谢谢 那你的经验感到这样积极下来 积极我们政策的方式这种地方不适合 第一他晚上漏水吃不到 第二他这里风筒 比较不适合 我想用保利隆的房子稍微刷一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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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好乐 昨天才刚刚跟我们的家长阿公讲 阿公今天就很高兴了一大早就开始来帮我们去清土 他说虽然里面有一些水泥他帮我们把它清理掉 然后也知道觉得说怕种菜的时候会防风 风面会很大因为是东北季风 所以他也帮我们加了很多的去要了很多的板子 帮我们把它做隔板 那我们期待这样子的一个花圃 这个菜谱呢 是让孩子呢他们是可以自己种植 那种植的时候他们会懂得农人的辛苦 万里幼儿园的园长表示 幼儿园位在二楼也希望有一个户外教学的场所 可以让孩子有不一样的学习 因此向公所争取将原本的花圃 就定改造成为孩子的菜园 希望让孩子有食农教育的机会 学习认识更多的植物以及农作物 记得料品汉万里采访报道